下面有請這個Oliver好了 林煌你來講一下 我蹲到了 我我我 想到我是什麼時候去找你了 去年 去年你本來想說順路來我們家結果沒有嗎 臨時改道 對現在想起來很多次做了都是最後一次 就是以後要再去比較辛苦了 越來越到 先報告近況我是三高病患 這個 每個人都是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還姓高 自高 可以跟你比啊 自高 我是在1989年就移民加拿大 那之前是到美國去玩了兩年 就天天在那邊玩 玩了三十八週 因為 因為拿了獎學金嘛 就去玩一玩 後來就到加拿大到現在 那我有兩個小孩 都還沒結婚一個 一個三十二歲一個二十七歲 大的在加拿大 你女兒也快了吧 女兒也快結婚了吧 我叫他們 我請他們 也不結婚就不要結婚 我是 大概我們同學唯一在加拿大的吧 可是我有一次去紐約 碰到那個林衛國 那林衛國呢 說帶我去黑人區 他說你看啊 我嚇黑人給你們看 他假裝那 紐約也碰過他 他假裝手去拿槍你知道嗎 對 在黑人區 然後所有黑人給他炮掉 我說 欸 真厲害 後來就沒見過 林衛國真的很可愛 他說真的很好 我來美國第二年 去那個 Queen's那邊 因為太太剛好來 來美國跟我會面嘛 是他帶我去那個機場接太太的 那以後就 以後還見過一兩次 等我搬離紐約士就沒再見過面了 我在前兩年是住在多仁多了 然後那個 波霧財他家 我就每個月去 去採訪一下 每個月都去他家吃飯 然後後來就搬到那個溫哥華去了 對啊 那個那段時間真的 是靠著最近的時候 我想我們 我想我們時間大概也不多了 最後的我就想請那個 吳薇跟我們講一下好了 很快的大概剩下的時間 聽得到嗎 聽得到 聽得到 OK 我想